跟蔡小姐来读一点书 这一小段的名称是 过去的情感包袱 会影响现在的教养态度 在为人父母后 过去的经历会影响我们教育子女的方式 我们自身为妥善处理的过去 也许会埋下隐忧 并影响亲子间的互动 这些为妥善处理的过去经验 通常很容易在亲子互动中被引发 而一旦引发后 我们经常会以激动情绪 冲动行为 认知扭曲或身体感觉的这些形式 对孩子做出反应 这种过于紧张的心理状态 会削弱我们理性思考 和弹性反应的这个能力 进而影响亲子关系 在这类情况下 我们无法表现出自己理想中父母的角色 并总在事后自问 为何担任父母的角色 有时反而会表现出自己最糟糕的那一面 真的是这样子 我也有这个感触 过去发生的事情 会影响我们当下的生活 也会直接影响亲子相处的方式 即使我们察觉不到起因 我们会把情感包袱带入父母的这个角色中 并且在无法预期的情况下干扰 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 那些未解决的问题 和未妥善处理的创伤 都牵涉到源自我们童年的重复经验 难以应付 且对情绪造成影响的重大课题 这些问题可能会一直影响我们到现在 尤其如果我们没有去反思 并将它们融入自我理解中 第一个小点 状况模拟 如果母亲因为你哭闹 而感到厌烦 一声不响 就离家了 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很可能是 你会很难 和人建立信任感 尤其当面临分离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焦虑 和多余 这一小段的状况模拟 意思是说 你自己的妈妈如果因为你哭闹 她就感到厌烦 所以她就离开你了 离开了家 一声不响地走掉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 妈妈跟你相处的状况 这样的一个事情带来的影响 很可能是你以后 你就会很难和别人建立 互相信任的信任感 因为妈妈 你觉得妈妈不可信任 因为她随时就会转身而离开你 所以你无法造成你以后长大 很难跟人建立信任感 尤其是当面临分离的时候 你又不由自主地就感到很焦虑跟多疑 这就会发生在我们跟朋友之间 面临分离的时候 或是我们跟我们的伴侣 老公 老婆 那个男女朋友 分离的时候 这个信任感无法建立 很可能是母亲 她会因为你苦恼厌烦 一生不想离开家 这样造成的一个埋下的种子 下面一个小点 还原当时受伤的想法 我们要还原 就是母亲这样离开我们所受伤的想法 这个意思是这样 母亲不告而别 你一直寻找她 她的离去让你很难受 如果大人严禁你哭闹 情况只会更糟糕 你会觉得大人背叛你 遗弃你 并且意识到 没有人愿意真正的倾听 重视你的感受 还有 给你应该有的理解跟关心 这很可怕 这种情况之下 你很难找到适当的方式 舒缓妈妈离家 带给你的情绪压力 这一小点 这一小段是说 妈妈不告而别 大人又严禁你哭 于是你求助无门 觉得被背叛了 被遗弃了 没有人听你说 没有人重视你的感觉 没有人理解你 没有人关心你 在这样的方式之下 你又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你就很难找到 能够让自己舒缓的方式 就一直没办法 所以你情绪就一直 非常的压力很大 这个小点是这么说的 好 下面一个小点 影响现在教养孩子的态度 就是说 我们遇到妈妈这个情况 而且当时的那个 受伤的想法 这会怎么样 会影响 现在你跟孩子教养的 这个态度 我念一下 如果小时候 你有类似的经验 当你有了孩子之后 相同的情况 会引发你 一连串的情绪反应 唤起记 唤起记忆深处 被遗弃感 这个感觉 每当你要和孩子分开 就会感到很不舒服 而当孩子 察觉到你不舒服了 他就更容易不安 更有压力 连带的 就让你变得更加焦虑 这样子一个恶性循环 好可怕 于是 多种复杂的情感 交织 引发一连串的反应 而这是正好投射出 你的童年经验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现在跟 刚刚有讲到说 你跟你的 跟人家要分离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感受 跟压力 很可能 源自于 很可能源自于 你妈妈 就是 因为一件小事 就离开你 不做解释 这样子而造成的这个 又 对应到下一代的这个 情况 好 下一个点 没有 没有察觉下的错误认知 没有察觉 没有察觉下的错误认知 没有察觉的错误认知 好 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反思 深入的了解自己 这些反应 这些反应只会被当作 是你跟孩子分开时的 正常分离焦虑 其实不是 不是正常的 是因为你小时候 有接受到这种状况 而引起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去好好想的话 你就认为这是正常的一个 本来跟小孩子就会这样正常的 分离焦虑 所以最后一段 正是自我理解 自我理解 就是正确的正 眼睛就是看的意思 就是正面的去看 自我理解 才是真正处理过去 事件的重要的关键 过去悬而未决的事情 常会影响我们对待子女的方式 引发不必要的烦恼和冲突 真的是这样 他后面还有一耍段 就是在加重这个重点 我来念一下 正是自我理解 才是真正处理过去事件的重要关键 过去悬而未决的事情 常会影响我们对待子女的方式 引发不必要的烦恼和冲突 每次我看到这种文章的时候 我就会反省 真的有很多 很多的事情 以前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也是做错的 所以 我真正觉得父母 真的要多学习 多学习怎么当父母 我觉得这好重要 因为一代一代 一代传一代的 好那就这样 我真的再评论 我我真的会认为了 评论